学姐娜娜 追剧日常 别看这个剧名很羞耻啊 其实这部剧还是非常励志的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 才能让霸道总裁爱上我呢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部撩恨大拳吧 例子是一位天才诚信员 几年前 他和合伙人恒介 一起创办了这家互联网新创公司 Next Innovation 那时公司只租了起地下室的小房间 只能拿白墙当白板 但两个人却都有着宏伟的目标 上市 经过几年的努力 公司越搬越大 终于迎来了网站1000万人次的登陆 并成功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市值高达上千亿日元 短短8年内 Next Innovation从一家夫妻眼的小公司 成长为了高级写色楼里的互联网新宿 例子这个创一代也身价翻倍 摇身一变成了身价百亿 但年仅29岁的钻石王老五 反观女主小夏 简直就是现实中你我的写照 按部就班的考上好大学 按部就班的在大四就开始找工作 以为自己很优秀 却被现实给毒打了一顿 投了几百份简历 经历了几十个面试 却收获了零个录取 但是小夏有一个特点 就是记忆力特别好 在居酒屋打工的时候呢 可以一口气记下一大桌子人点的饭菜 凭随生活中也特别喜欢记别人的名字 这个特点也不能说它很特别 但是我们男主例子正好是个记不住别人名字的人 这不就巧了吗 有一天 例子又突发奇想 想开发一个用于户籍管理的软件 总的来说 就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 所有的档案都可以存储在这个应用里 之前发生过国民养老金丢失的事情 现在只要有了这个系统 就可以杜绝这类隐患 代言进的大叔叫山上 是当初帮助公司上市的金融大佬 现在也成为合伙人之一了 虽然 例子提出的这个项目风险很大 成本极高 听上去好像还会涉及国家层面的政策 但是山上和横借 都愿意支持他投资这个项目 这里就要讲一讲 例子为什么坚持开发户籍管理软件呢 他每天都会上网检索一个 叫泽木千寻的人 这个人是多年前遗弃他的妈妈 但是只通过搜索名字 什么信息也查不着 所以才会催生开发软件的想法 这天呢 小夏的朋友 古川同学拿了一本杂志给他 说找不到工作不如自己创业啊 你看看人家 29岁就百一身价了 多了不起 封面上的人正是例子 小夏也很懂啊 回家就开始各种上网搜索 例子和他公司的资料 还去参加了公司的说明会 例子是个非常傲娇自大的霸道总裁 说明会上 真是慷慨激扬地 陈述了一番美好蓝图 然后居然开始随机摇人 问为什么要来这里 听完求职者认认真真地回答之后 还要嘲讽别人死板 没创意 大家都懂啊 点名回答问题的时候 千万不能眼神多闪 不然下一个准事女 果然小夏就被叫起来了 而且还因为身为东京大学的高材生 却没有拿到任何的offer 被例子阴阳怪奇地说 是日本教育失败的例子 这个时候 要怎么成功吸引八道总裁的注意力呢 首先 你千万不能认怂 小夏转过身 开始背读Next Innovation的公司历史 熟练地说出了在场高管的名字 并且抨击了一波 例子目中无人的行为 信了她的注意力 例子并没有被这些话打动 反而嘲讽她是理学部小姐 小夏看着她 以字一句地说 我不是理学部小姐 我叫泽木千寻 这四个字彻底触动了例子 不过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记住了小夏这个人 晚上和合伙人们讨论新的项目 因为户籍管理多多少少会涉及到政府部门 需要和当地的官员搞好关系 管理这个部门的女官员腾川 是一个很古板 认真的人 和例子非常不对付 她立刻就联想到了上午遇到的小夏 记忆力超强 并且一副乖乖女的学霸样子 和腾川是同一种类型的人 看上去就很对她胃口 于是呢 例子就打算把小夏包装成一个机场精英 作为自己的助理 一起带去参加腾川的午宴 第二天 例子把小夏叫来了办公室 给她厚厚的一叠资料档案和24小时 要求她在明天中午之前 熟读并背诵全文 好不容易得到的工作机会 当然要好好珍惜了 小夏一晚上没睡觉 一目失衡 把这密密麻麻的资料全部背下来了 第二天 她去例子办公室交差 霸道总裁心情很好 看小夏穿得这么朴素 拉着她就去挑衣服 在奢侈品店里疯狂穿索 看中了就买 根本不看价格 除了一身行动 她还带小夏去做了头发 化了妆 从一个职场菜鸟 变身精英白领 买买买了一上午 横借接上两个人 去参加腾川的午宴 小夏虽然第一次见这种大场面 但是丝毫不切场 一番发言深得腾川喜欢 聊得很投机 而且还帮击不住人民的 栗子挤了围 但临散场的时候 小夏捅了个娄子 她无意中提到 这个系统可以避免养老金丢失的事情 却没想到腾川曾经在社保厅工作过 养老金丢失 她也有责任 腾川走后 栗子当众大发脾气 通把小夏不该自作聪明的 说她不懂的东西 还是温柔的横借过来挤了围 但是生气归生气 栗子还是有点后悔 自己对小夏太粗鲁了 毕竟她的表现 赢得了一众官员 对护级管理项目的好感 让项目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天 她又把小夏叫到办公室 表示 最近经常会和腾川打交道 需要临时雇佣她一段时间 薪酬是每天5000日元 项目销定后 还会有150万日元的奖金 小夏本来家境就不是太好 平常买双4000日元的鞋 都要斟酌好久 这个机会 简直就是天上掉线饼 所以也非常爽快的答应了 但是 这份工作相当于临时工 所以她还是在一边努力备资料 一边找新的全职工作 有一天 腾川来动大作讲座 突然远远的看到小夏 她就才明白过来 小夏并不是什么高级助理 只是粒子用来讨好自己的工具罢了 腾川很生气的把粒子和横借 叫来办公室开会 并且当场宣布 以后不准Next Innovation 参加政府活动了 也就是说 给户籍管理项目发了张红牌 本来这个场合 小夏是不用在的 因为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面试 但是由于临时接到了横借的电话 她推掉面试赶过来了 但她的道歉还是无济于事 腾川非常坚决地否掉了粒子的项目 这件事之后 小夏和粒子之间的合约就解除了 但她还是连着好几天 跑到腾川的办公楼下道歉 希望对方能够回心转意 这一切都被横借看在眼里 横借也是东大毕业的学霸 不同于粒子作为天才 总是目中无人 她其实很欣赏小夏这种有毅力 又努力的性格 横借把这件事 连同之前小夏推掉面试的事情 一起和粒子说了 没想到 粒子直接冲到东大 大庭广众之下 说了一番听起来是嘲讽 习则表扬加感谢的话 让一个死傲娇当众夸别人 实在是大型射死现场 粒子还告诉小夏 腾川决定再给他们公司一次机会 条件是 小夏必须作为公司实习生一起参与 看到这里 千万不要以为是小夏的执着打动了腾川 实际上 是粒子追到腾川出差的地方 当场演示了如何在一个小时内 把1300万人资的虚拟数据转为个人档案 用科技和技术改变了他的看法 本集结尾 我想特别讲一下恒介这个合伙人 他的性格可以用温文而牙四个字改阔 粒子有多高调 他就有多稳重 并且同为创始人 他会把抛头露面的机会 全部留给粒子 自己干当好基友的贤内助 总之 就是一个在事业上非常靠谱的合作伙伴 同时 他这个人也很谨慎 不像粒子那样 心里想什么都会在脸上表现出来 他有点让人琢磨不透 比如 恒介会去专门调查小夏的背景 发现他本名其实并不叫责目千寻 是个冒牌货 但是 他也没有当着粒子的面戳穿这件事 而是私下里 问小夏为什么要这样做 至于背后有什么隐情呢 我会在之后的视频里为大家讲解 好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关注吧 我是陪你追剧的学姐娜娜子 我们下期再见呀